哎! 找到了! 弄傷了頭 找了這麼久終於都被我找到這個HardDist 裡面收藏了一些我從來沒有向別人公開過 連很熟悉的朋友都不知道的 黑歷史 好心你啦 黑什麼歷什麼屎做 這麼久人又是責男一個日日是 家裡打 機 打機啊 我說 Stupid Boy Hello 大家好 我是Sunny 講到黑歷史的話 大家可能會以為我打算分享一些我小時候的照片 或者是OMK的照片給大家看 錯! 其實我的樣子從小到大都是這樣的 所以根本就沒有什麼好分享 今天在這隻HardDist對面我需要分享的黑歷史 其實是我以前上學的時候畫的畫 你以為真的這麼簡單嗎? 好啊來囉 我去展示給大家看 這個就是我讀書的時候畫的動畫 很明顯是在畫一個動畫作品 因為他胸淡聯想前兩日記 這樣也想得出來 阿虎生來2006 10年前 以前不懂畫 所以是看著別人的那些 然後自己繼續畫出來 這裡很明顯是Pocket HEPA 但他的手是這樣的 好像騎馬一樣 這裡畫得很辛苦 很漂亮 哇 很用心畫的 好了完了 其實是有故事的 說明才是未完成的 有隻小飛過 我會配音的 空歷2145年 不知道說什麼 哇 喂 會不會有事的 你這樣做會不會有事的 真的確定沒有問題 什麼意思呢? 其實我不記得了 大爆炸 然後那些霧散開的時候 變成了28 發生什麼事呢? 地下一個炸彈 那些年輕人都亂丟東西了 欸 垃圾 竟然失敗了 其實他是一個發明家 所以他想到一個人體感應地雷亞 這是失敗了的實驗品 故事正式開始了 第一片是空談片 不知道為什麼 不要問我 第一說是如何在世界盡頭出現的瞬間 把宇宙運行的定律 循環遲致令平行世界得到大幅度的轉變 完成之夜 看不及 好長 深高等學校 到底是一間什麼學校 有些樂業了 阿伯就在這裡掃 打個喊爐 鏡頭一轉來到課室 沒有啦 是不完整的故事 不過我還是想給大家看一看 懷疑這幅畫之後 之後那半年 或者一年左右 我都會繼續根據這些角色去畫不同的東西 讓大家看看這些畫 這是一個女主角 那個女主角我改得很大 之後我就上了顏色 上了顏色之後更漂亮 雖然還是不漂亮 有些漫畫 都是根據這些角色去畫的漫畫 之後我開始畫那些東西 就變成了做這樣的東西 因為出來做事 可能壓力大 全部人都快要死 那些人心理開始不平衡 那些公仔就變成了這些 整個動物圈 那些動物都變成了喪屍 可能就是那時候 開始搞到那個人 現在好像變成了 希望大家喜歡 希望大家覺得有趣 我自己就覺得 真的很厚面皮 那些人 那些人不知道為什麼 今天這條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就記得按讚我 然後分享出去 告訴你的朋友 如果你有些事情很想做 不要想太多了 做了先 可能會失敗 可能會爛尾 但至少你有做過 記得按讚我Facebook Follow我Instagram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本星期二、四、六 出片 就這樣 吧 不知道呢 如果一直以來我都沒有放棄過的話 會不會成為一個出色的漫畫家呢 省點啦 或到鬼五馬六 你都是回去拍片啦 stupid boy